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也用了洗面奶 在用我们的洗面奶的时候 你们知不知道洗面的重要性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毛孔就像棉花 这个海绵会吸入空气污染里 有很多层 很多垃圾 会黏在我们的毛孔里 如果它黏在我们的毛孔里 我们会一直藏着这些污脏 我们会有一些油脂 或者是化妆品都会在我们的毛孔里 如果毛孔在它里面 但我们不能清洗干净的时候 它会阻塞着毛孔 变成了老化角质 另外我们的皮肤 在很容易吸收空气环境里 有一个叫PM2.5 其实大家都听过 老化的环境是令我们变得老化的 其实有三种很重要的东西 也会加速我们的老化 例如太阳会令我们加速老化 另外就是压力 会令你也会老化 还有就是烟 烟 烟不论是吃的 或者是扔出来的 或者是塵的 或者是焚化炉的 烟 那些都是会黏在我们的毛孔里 其实毛孔里面有很多层 垃圾 其实是比我们的毛孔20倍 所以如果小过我们的毛孔20倍 它会迹长在我们的毛孔里面很深深处 而我们的空气污染 其实会令我们有濕疹 色斑 皱纹 鱼尾纹 鱼尾纹 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 另外就是那些膚色不均 其实都是很多 都是跟我们的毛孔骯髒有关的 另外就是世卫做了一个研究 如果有25微黑 就只是健康标准 但如果我们用一个铜锣湾来计 其实铜锣湾有159微黑 即是超级10倍 所以如果我们住在那些 香港区是比较多一些的污染 所以我们如果用手 其实我们的毛孔里面有30万个毛孔 其实我们的毛孔里面有30万个毛孔 但如果你的皮肤里面 你用手洗 你可以确保自己用这两只手指 就可以洗掉整个面的毛孔 甚至就是你的手指这么大 但它的层是很小的 你的手指是不能够洗得到它 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些工具 去帮我们清除毛孔里面的所有 底层里面的污染 这个就是声波结面移 声波结面移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是模仿一个乌鹰 不是乌鹰 叫蜜蜂 就是在震动的时候 将我们的底层的污染 把它抽出来 一分钟就会自动停止 因为它会避免使用过度 使用过度 使用过度 使用过度会令到你的角质会受伤 另外就是有三个震速 现在我开着了 这是第一个震速 第二个震速 第三个震速 另外就是USB插住 但是大家开出来的时候要小心 这一条震速 你不要拔得太小 因为拔了 它就不能够做到防水功能 如果你是完好无缺 它是没有崩没坏的 这个是国际防水的等级认证 是LV7的 它有一个Waterproof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用这个 首先就是先把它浸了一点点水 然后我稍后就会用LUMI-V 好晒 遮发太阳 就会用LUMI-V去洗 LUMI-V 我很喜欢用LUMI-V去洗 为什么呢? 它拔了出来后 有一张保鲜包装 这个就是确保它是新鲜 然后我会把它摺在这里 然后就将它加些水 我先戴回头裤 这部机器 假如你扔到水 其实它半个小时也不会坏 好 然后就开始洗 我洗的时候 下巴粉刺这些位置 你就可以久一点 面珠因为它比较薄 所以你不用放很多在面珠 我试过很多洗面 我用过Tamwise 我用过各样的 我最喜欢用LUMI-V 再配这个星光铁面仪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角质去得很快 而且LUMI-V洗面的效果 其实它的美白效果是很惊人的 所以就两边面洗光了 因为你们应该都要回家 自己洗光整个面 而且我觉得 因为这个美白也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它还没停 很多时候洗面 大家只需要洗面 忘了洗下面这些位置 它已经停了 然后面洗完了 然后我已经有一个清爽的感觉 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洗面要有清爽 但其实洗面是不应该有那种斑筋的感觉 但我知道很多时候大家去看电视 看广告 其实听到什么 就会听到我洗完臉后很快 就是木村库座 这样说这番话 但其实对于我们的皮肤 其实我们的皮肤需要有超润度 其实才可以对抗皱纹 好了 接着我就会用这个 Nomi V的精华水 我很喜欢用这些精华水 第一 我们洗完臉后 一定要用爽敷水去帮我们自己抹面 因为它可以做到一个再清洁的作用 另外 当你的水分越濕的时候 即你面上的水分越足够的时候 其实你之后用的精华 又或者用的任何东西 会更加吸收 所以你的水不够 有些人就会问 我应该用的东西也用的 也好 你用爽敷水 或者你用不够多的时候 其实就做不到那个效果 所以我现在就会把全面 抹至全面 抹至干干 这一支精华水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爽敷水 它也是一个美白的爽敷水 它有黑珍珠的成分 黑珍珠 所以你要用100只 其实才有5只 可以用的 而这个成分 这个配方也是非常之好 我很多时候用美白的东西 会觉得很干 但这个是超级滋润的 你可以噴几次 我通常会用这个 刚才抹完 然后我会进入一个小的瓶 然后那个小的瓶 就用来噴面 然后面就用它 不停地吸干 然后非常之正 然后就要敷面膜 这个也是同一系列的LumiV 这个膜 这个膜超级 超级 超级喜欢这个膜 因为这个是真心推介 真的很好很好用 因为当你用完这个膜后 那个滋润度 去到第二天 你都觉得超级水 是24小时 你的皮肤都觉得很多很多水分 因为平时有时候敷完膜 就敷了一下觉得好用 很滋润 但是敷完之后 就觉得很快就没有了 而且可以敷很久 但是也不会干的 我会敷了这个膜 然后再做一个效果 给大家看 如何再用这个星波结面移 然后将它按摩 将我这一块的精华 倒入 这个膜其实有一样很特别的 它是有几枝的精华成分 在同一块膜上 所以它的效果是超级快 我超级喜欢这个膜 但是记得 当你敷一个保湿的膜前 大家要记得去敷角质 就是要去到角质 如果你说很难 你很难的话 你更加要用性波结面 因为性波结面 可以帮你去角质 然后之后 我将它倒出来的精华 你看看 这里 我可以留下来为一瓶精华 太多了吧 你看 然后我不会浪费了它 我会一次过将它再美 是要美得盡 那我就把它塗在面上 待会就会告诉你 有些人会说 我用一个小瓶装 那你就把精华留到不新鲜 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等整个星期之后再拿来塗 那你当然是用东西 用新鲜 吃菜的时候 你会特意冲到7日之后 才拿出来吃呢 是不是这样会吸收多些冰箱的味 好 然后精华 记得不要塗在颗子里 好 然后精华都塗在面上 然后 要做一件事 就是刚才这个星波结面仪 我将它的头 很轻易就拆了出来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吸收 这个按摩头上去 这个按摩头 当我呢 就是我要用最强的震速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的皮肤 很容易黄 很容易有斑 很容易有那些皱纹效果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出现了我们的皮肤老化 包括了黑眼圈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皮肤里面氧化 而这个就是住氧 什么叫住氧呢 就是你的毛孔睡着了 现在它就叫醒你的毛孔 吸收一些精华了 因为精华太多 它不断上来 好了 刚刚抹完这个面膜了 现在呢 超正 现在呢 虽然你看到它好像黏黏黏黏的 但其实呢 面的感觉是很清爽 其实不是不觉得黏的 它的精华呢 它因为精华太足了 所以它就有这个效果 好了 接着呢 今天就是说到这里了 那面霜呢 之后我就会继续擦了 感谢观看 非常厲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